前面比較快的馬有大外當少無非凡 再數外面的馬快點 有這隻好運齊來好準確 還有橙眼罩這隻當旺財 內蘭白衣第五位快樂世紀 中間第六位粉紅衣還有勇進神區 外面哥哥仔放不到 後多層的馬內蘭還有這隻海泉浩角 後多小大約尾綠藍衣白帽明星 外面黃眼罩還有駕馴 內蘭佔順明區中間夾著搭雪明區 後一點才有實在威 金錢炮白衣黃帽都很搶口 在包尾附近位置 過了800米斷柱 前面放頭少傲非凡大外擋也能夠放 跟著第二位是這隻好準確 外面第三當旺財內蘭第四還有快樂世紀 中檔第五位好運齊來 第六位還有哥哥仔 內蘭海旋浩角慢慢上去 紫色眼罩紅衣那一匹 拼出去大外擋那邊有黃眼罩的 嫁信哥哥仔和藍衣的明星 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少傲非凡還是佔先 見到沿著內蘭海旋浩角上來 但不夠位置 中間哥哥仔也追緊 大外擋那邊明星上緊 嫁信上緊 追出還實在威 最後百多馬少傲非凡 放順了擠來了第一個身位 海旋浩角現在先望空上來 海旋浩角終點前 將少傲非凡趕過了 中間還有很多馬拍照 第二名那些 少傲非凡有份拍 哥哥仔 明星 實在威要拍照 這幾隻馬 贏那隻就是海旋浩角 臨門看看是否大外擋 海旋浩角是這場賽事的大外擋 結果贏馬 第二名的馬有這隻少傲非凡 哥哥仔 明星 實在威 四隻馬近 5號海旋浩角 李寶利 最後大外擋出5.9倍 第二名 8號是少傲非凡 第三名哥哥仔 明星 都很接近拍照 海旋浩角 小小塞住 一轉出來 不過看看直鏡 可能都困了幾匹馬 是的 李寶利 容天鵬 最後她是大外擋 5.9倍 加個眼渣勝出 原來她大外擋 真是想不到 不過一號又神區 真是笑傲非凡 真是幸運 十四檔 可以減到過來 沒有人頂她 哥哥仔 那些又會快 搭雪明區 有時會快 金錢炮有時會快 起步不見了兩隻名區 起碼 嚴訊名區 踏上去 未三未二 不是吧 她賣不到籃 她是難搞的 你看她已經包開口 但被她擺得到籃 兩回事 在私家三跑 其實 今天一二名 我相信沒有那條籃都很難搞 海旋浩角上次沒有籃 撞到 其實沖線的時候 差不多是 頭四五名很近 很近 平牌 一至五名都差不多一齊到 然後 在內蘭有些馬 塞了 不能騎 你想想 跟賠率一樣 其實很均勢 都講少了彩數 跟剛才那場完全不同 這場是一堆馬 一起近 但那些票又很晚 指示得很清楚 你開頭熱門 最熱的踏雪明區 你看看 在內蘭 沒有什麼位置 那些地方 她都試過放頭 放得好 踏雪明區 但她已經在後面 過終點 那幾個 這裡又騎不到 又要再次轉出來 其實沒有什麼騎過 兩隻明區這場騎的機會很少 金錢炮 力騎也沒有什麼 這場 不過實在威 這些都近 實在威 表現不錯 因為她的外檔 就要克服外檔 縮後 跟著在外面這樣衝上來 她追回那個失地 真的最多 她追到上來明星那裡 很近 她也 看看第三名的照片 這是哥哥 第四名就是明星 分調時間 頭段是13秒56 第二段是22秒2 第三段是23秒62 末段23秒43 總時間一分22秒81 這場就是 海旋號角 林美諾菲 被她出來了 就贏到馬 不過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要打茅球 所以李寶利就要停賽了 第二場 李寶利其實海旋號角 因為在直流不小心擦下 其實要停賽 因為她在大約100米的時候 因為她當時想 在少和非凡人後面 移出來拿位 移出來拿位之際 令到法律世紀 在她外面 就受到不必要的濟勇 因此這裡 李寶利也承認了不小心擦下騎 她罰了兩天停賽 兼加多了兩萬元的罰款 她跑完5月30號之後 就停止6月3號和6號這兩天 有時度馬 越度得仔細越論盡 之後 看少豪非凡 就知道她在進步 十四檔 爆破斯加三難 沒有想過可以賣到來 她又沒有顯露過這麼快的前速 其他有幾匹馬 就顯露過放頭的前速 想著她十四檔 就頂出外面 沒得搞 誰知道她這麼幸運 真是想不到 她還要把握到 現在走 變成第二就被她拿了 你有沒有看好那隻海船浩角 如果是 可能更加傷痛 就被她炒過了 海船浩角 一個變數 就加了頑袖 這些你不敢說她不行 因為她上了一輸兩個馬 這些可以牽著馬 你又未必咬得很緊 但這些是不會畫了那些馬 不過我想到季尾階段 這些五班的場合 似乎會很接近的形勢 可能就是差一點排檔 對馬匹的發揮 就已經是很大的影響 你看看全場回來 其實沒有什麼馬是脫開了 最多好像三層馬 一起過終點的時候 勢頭都不錯 再跑到季尾 就經常很難度 這些五班的場合 難度之中 這個哥哥仔 結果連續兩場都跑得不錯 因為兩次形勢都不同 上一次自己放 這次全程 她在外諜 會追幾步 看來這類型的五班馬 如果她能夠持續到那一部分 可能接下來有機會 加上頭馬出來 看看能否把握得到